据老夫所知 在西域 有一种名为散灵草的稀有植物 若灵氏不慎腐蚀 就会出现如此状况 您的意思是有人对圣君 目前尚无证据 圣子莫及 带我去藏书楼 藏书楼 再仔细研究研究 好 那就有劳您院长了 还有 在圣君醒来之前 你要寸步不离地 守在他身边 以防有人对他不利 艾培 应该是 宣传 彩琳啊 当初送你过去服侍圣君 到今日为止 多久了 三 三年了 你是不是已经忘了 当初送你过去的目的 以及谁才是你真正的主 彩琳不敢 您带我恩统再走 我的主人总是职中 只有身后一人 你 你送我过去 是为了让我 揭露顺君的一举一动 服侍她每日按时服下灵丹 这三年来 彩琳时刻惊计 从未有一日疏漏 那你说说 这灵丹 每日应该吃几次 一次又该吃多少呢 一次 彦哥 娘娘 彩琳知道错了 是 是神君 近日新得一本仙术 说是自己灵力尚不匹配 想要早日经的 所以这段日子 他便让奴婢把所有的灵丹 全部拿出以便服用 奴婢 奴婢没有丁戟 他可能多吃了几颗 原来是没丁戟 你说的倒是轻巧 这灵丹仙前每日一刻 为的就是让药效慢慢发作 过个三年五载 就算是神仙也查不出痕迹 这下倒好 药效提前发作 坏了个大局 娘娘 娘娘 奴婢知道错了 可是 可是那是神君的命令 奴婢 奴婢实在不敢违抗我身后 想当年 我把你从死人堆里捡回来 身后对我的恩情 才连来生都无法包打 不必等到来生了 就这辈子吧 身后 这局尸体留着恐生祸端 是否需要青鸾替您处置 不忙 这肉身我留着还有用 我要用它布一盘菊 金殿下 情况已经很明了 就是这个叫彩琳的侍女 联合前缘大陆之外的外祖 潜伏在圣君身边 伺机下毒 见事情败露 便上吊自尽了 仅凭一个小小的侍女 如何能有这样的筹划和胆识 不错 她背后定有高人之事 这封遗书上写得也很清楚 与人里应外合 在军武学院内互换消息 想必另一个帮凶 就藏在军武学院之内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仅凭一个死去侍女的遗书 不可倾下判断 渊儿 本座知道你心地善良 不愿意相信那些阴记深沉之人 出现在咱们身边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作为军武一族的圣子 就要担起责任 勇于面对 这事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高威 传我的命令 召集学院所有高阶灵师 以上级别的灵师 在玄武大厅集合 严密地控制起来 能够见外族的 绝对不是泛泛之辈 是 圣侯 渊儿 你就在这里安心照顾圣君 剩下的事 就交给本座去办吧 你怎么在这儿 清卵担心圣君安危 另一方面 也怕你为圣君事集太过辛苦 所以想来一起帮忙照料 是 我怕君殿下关心则乱 不必了 我一人即可不劳他人之手 圣子又说这么固执的话 这人既然来了 难道还让他回去不成 好了 我们不在这里 影响圣君休息了 你们好胜照料吧 高威 我们走